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这边 水多没料 今天我们来做一点酒招 以前有朋友问了 酒招怎么做的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这边是怎么做酒招的 可以够吧 够 就是那种老师瓜 我们这边用来洗碗 就用这种非常好 用来蒸糯米 我们也是用这种 把它垫在下面 放着它粘在 把它垫在下面 放着它粘糯米 也放着米掉下去 这个糯米是我之前泡好的 这也是今年的新糯米 但这种不是那种和糯 和糯是圆的 这种是长的 做酒招也没那么讲究 只要是弄你都可以做 老婆没有几天可能就要生了 也快到预产期了 我们提前要做好酒招 这时候生宝宝要吃 这样轻轻的倒在上面 就要作 wenn 我们再做连接 就要切成内心 再说 在这个地方 也要切成内心 在这边 Pier — 又要切成大厘 你想啊 我还吃蛮多 你还吃好多 喝一点嘛 再要吃了 再 快来吃糯米饭 出来 吃小了 可以扎一下 你看你的手脏不脏了 脏了 可以扎出去 没完是不是 糯米是香 嗯 糯米 哦 糯米饭 好不好吃 嗯 看下这个刀 看下这个刀 它翻一口 可以翻一口 没得好多 你是不是 嗯 够没 走路先 走路先 看下这个刀还要做 我们还要把它稍微晾冷一点 才能拌那个酒橘子 鸡的肉 只要 差不多了 嗯 一会儿这种薄汁 慢慢拉一个 好 慢慢拉一个 嗯 来 来 小脑 这个是 这个是 就这个是 这个面状 把发芥笼蒸的 一会儿 鸡 手 一会儿 就把它倒入 小火 我们要放一两天才可以吃 它的最佳温度 最佳的保存温度是30度左右 因为家里面就找了一会儿 就找了一个这种泡沫盒子 这种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它保温效果比较好 放到里面 刚刚好 干合适 把它盖起来 放到一个有点暖和的地方 这是最好的 像以前老人家就是用棉被把它盖起来 但是现在的话有这种泡沫盒子 这个是比较保温效果好一些 我们放到仓库里去 放在仓库里头 那我拿开开你拿底的 放在这 放在核子里头 给你拿一点 放在核子里尔子里尔子尔子 放个两天左右就可以吃 咔嚓 就